牙刷适用于清洁牙齿和口腔卫生的工具 它能有效去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细菌和牙菌斑 选择适合自己的牙刷可以帮助保持口腔的健康 以下是一些关于牙刷的信息 毛刷类型 牙刷通常有软毛、中毛和硬毛三种类型 一般而言,牙医推荐使用软毛刷 因为它们能更温和地清洁牙齿和牙银 减少对牙银的刺激和损伤 刷毛材质 刷毛通常由尼龙制成 而现代牙刷的刷毛往往是圆角状的 以减少对牙齿和牙银的刺激 有些牙刷还使用特殊的抗菌刷毛或添加活性碳等成分 来提供额外的口腔卫生效果 刷头大小和形状 牙刷的刷头大小和形状应适合您的口腔和牙齿结构 通常刷头大小应能覆盖一个牙齿表面 同时也能方便到达后牙 牙刷手柄 牙刷手柄应该舒适意卧 并具有足够的长度 以便您可以轻松控制刷牙的力度和方向 牙刷更替周期 建议每三个月更换一次牙刷 或者当刷毛变得磨损或变形时进行更换 磨损的刷毛无法有效地清洁牙齿 并可能引起刺激 牙刷辅助工具 除了常规的手动牙刷 还有电动牙刷和声波牙刷等牙刷辅助工具可供选择 这些工具可以提供更强大和便捷的清洁效果 但选择与个人需求和口腔健康状况相匹配的牙刷是很重要的 在使用牙刷时 注意正确的刷牙技巧 每天刷牙两次 每次约两分钟 同时 结合牙线 牙线棒和口腔漱口水等其他口腔卫生工具 以全面保护口腔健康 定期看牙医进行口腔检查和结牙 也是维持良好口腔健康的重要步骤 在用牙刷的一份